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哈喽各位小耳朵 今天你们过得好吗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主播辣椒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文章 题目叫做 微信里的一句收到 到底有多重要呢 过年期间 和一位做行政的朋友小聚 谈及他在工作中最烦心的事情 莫过于群发通知每个人事项 每周必须提交的周报总结 公司安排的团间任务 领导下发到个人的执行事项信息 每次在群里群发之后 即便是at到了每个人 但是总会有几个人不急不慢 看到了也不回复 就这样呢 一来二去 常常会因为几个人的耽误 导致了整个项目的搁置停滞 有的时候 朋友还需要私信去催问他们 确认他们是否有收到信息 而对方呢 常常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知道呀 群里的信息我都看到了 那看到了怎么不回复呢 回不回复有那么重要吗 我知道就行了 朋友说隔着电脑屏幕 总是有些人永远不知道他等得有多焦急 看到了也不回复 浪费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时间 更是耽误了整个项目的推进和进度 其实呢 收到两个字 花不了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呢 对通知者而言 它是一种证明和交代 用朋友的话说就是 职场社交最大的不靠谱 就是收到不回复 其实呢 收到后的回复 也代表了你的职业化程度 刘润老师在 五分钟商学院的课程中 分享了一个职业化程度的概念 关于职业化具体讲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明白 独自上出租车 你该坐哪里 如果是老板开车 你坐在哪里 如果老板开车 你上级也在 你该坐在哪里呢 如果你老板开车 你上级也在 但是还有个女士 你又要坐在哪里呢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 随便坐不就完了 他们是不会在意的 其实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职场问题 背后藏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那就是永远要站在对方 舒不舒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就像我们经常会在微信群里 看到艾特自己的信息 为什么有人会积极回复呢 但有人却视而不见 难道是因为前者 闲着没事做吗 当然不是的 即使有效回复别人的信息 不仅代表了你的工作能力和效率 同时呢 也侧面反映了 你对他的重视程度 明明别人看到你发的信息 却不回复你 谁的心里恐怕都不会太舒服吧 我曾经拿着这个收到消息 表示了你对这个项目的知晓 无论是年纪多小 只为多亲的员工 都可以向他请教帮忙 这位老前辈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如果你也想和人舒舒服服的把事情给办了 那首先你得和人相处起来舒服 其实职场上的舒服儿子看似简单 但那里却藏着一个职场人的基本功 和其他同事进行一项事情 你是否会半途而废呢 其他部门同事问你的问题 你帮不了会干脆不理人家吗 别人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办不办得成 都是一定会回复的吗 如果当时不能及时回复 在你能回复的时候 你会解释一下上次不回复的原因吗 这就叫有开头必有结尾 不管什么事情到你这里 都能舒舒服服的给人办好了 让人舒服自己才会舒服 这种靠谱里恰好透露着你的职业化程度 有一次部门经理发了一张 他和一个同事的工作交接流程 在工作群里 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领导问道 这件事情你做了吗 员工说做了 领导说做到什么程度了 员工说做完了 领导说什么时候做完的呢 员工说上周就做完了 领导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一声呢 员工说你不是之前没有问我吗 以前经常听领导开会拿 为什么这件事情到你这里就断了来说事 用领导的话说就是 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要什么事情都等着我来问你们 有头无尾的执行和反馈等于瞎子走进死胡同 最后连问题在哪都找不到 不及时反馈甚至是反馈中断 常常在很多出入职场的人身上发现 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努力做事 而是没有意识到及时反馈的重要性 而且往往呢会造成很多的麻烦 常常出现自己认为将工作做得很好 等着领导的认可和夸奖时 却适得其反的情况 其实呢 在职场上讲求的收到及回复 是更好地完成了沟通和执行中的整个闭环 从一而终的反馈 恰恰能让执行者和领导者 都能对这个项目有更清楚的了解 罗振宇曾经在《逻辑思维》里讲到过一个故事 当年他刚入行做媒体的时候 一位老记者说 张瑞敏在海尔抓管理 非常注重执行和反馈上的闭环二字 比如说在海尔上班的时候 把椅子从桌子上拖出来 坐下来开始工作 但是可能一会儿又要起身去办事 那就一定要把椅子推回去 否则就是犯规 海尔管理员工闭环 就是从这么细微的地方入手 那一位老记者呢 也怕他不信 就现场做了一个示范 他抓起电话给青岛的海尔总部总机 拨了个电话 接通之后说 我找罗振宇 海尔哪里有叫罗振宇的呢 所以总机接待的员工就问 罗振宇是哪个部门的呢 老记者就瞎编了一个部门 总机说 您给我几分钟 我来查一下 我让他回电话给您 一般像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查无此人 或者按照打错电话就给算了 但是呢 过了几分钟 那位总机竟然又把电话回过来了 说整个海尔都查过了 确实没有罗振宇这个人 当时已经有电脑了 所以查无此人并不难 但是难在有始有终 把这个动作和反馈的闭环完成了 一个总机接线员 接到一个问询 他不能让这个事情耽误在自己的手里 无论如何 他都要给出一个结果 其实呢 好的反馈 在意的是完成执行和沟通中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这个收益按小时计算的职场中 一个有效而及时的反馈 最能节约他人的时间成本 而不是整个事情到你这里 就会断了头绪 所以说 当你在完成一项棘手的任务后 要及时去反馈 而正是这样 细致入微 有头有尾的反馈 成就了一个职场人的靠谱 靠谱不是说你很能干 不是说你答应了什么 就一定能做到什么 那不叫靠谱 真正的靠谱 是把事情从头到尾 不打折扣地完成 单文中的那位朋友 和我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最后总结了一句 其实我知道有些人 明明看到了我群发的工作信息 他们也不会立马回复我 是因为他们很忙吗 不是的 他们甚至有可能在玩手机 看微博 在滑水偷懒 可就是不回复我 其实在职场上 要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有一个非常简单 又好用的衡量标准 就是看看他对于时间的态度 就知道了 回复信息快慢 做事是否拖泥带水 上班期间 是否浪费时间 做其他的事情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 但是一个人是否职业化 你可以通过他对时间的态度中 一眼洞穿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张图呢 2016年的12月份 网络上流传了一张 王健林的行程表 这位62岁的中国首富 早上四点起床健身 然后飞行6000公里 出现在两个国家三个城市 最终晚上七点赶回办公室 继续加班 从这样一个连轴转 高密度的工作行程中 我们完全可以窥见 一个人对于时间的分秒必争 其实呢 这样的场景 在我的朋友圈里 也常常出现 很多朋友上午还在北京工作 下午就会去深圳开会 恨不得把一天24小时 大写八块揉碎了时 关于对时间的态度 刘润老师曾提出过 一个时间颗粒度的概念 时间颗粒度 就是一个人 安排时间的基本单位 有些人能把时间颗粒度 分割成分钟 比如王健林只留下15分钟 和领导见面 而有些人对于时间 则非常慷慨 一天如流水哗啦啦的 随意地任他溜走 衡量一个人 在商业世界中 是否职业化 恪守时间 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理解了 时间颗粒度的概念 就会明白 恪守时间就是理解 并尊重别人的时间颗粒度 我曾经就去拜访过 一家公司的领导 预约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整 我提前30分钟就到了 到了他们公司之后呢 一个人都没有 最后等了一个小时 到9点半 公司才陆陆续续来人上班 而且呢 又是一群人吃早餐 聊天 玩手机 整个环境闹哄哄的 就像一个菜市场 那次拜访之后呢 我主动和公司 申请换掉这家公寓商 原因就是因为 对方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 就这么任由客户的时间 白白地浪费 其实呢 理解是尊重的前提 我爸从小就教育我 要尊重别人的时间 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守时 而耽误别人的事情 所以后来 但凡微信沟通不了的事情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打电话来沟通 而不是把这件事情 就这么晾着搁着 不管不问 时间颗粒度越小 人生密度才越大 个人职场质量才越高 时间颗粒度越大的人 通常是用时间换钱 所以才会出现 职场磨羊工 浑水摸鱼的偷懒行为 时间颗粒度越小的人 则是用钱买时间 所以才会出现 有人愿意花几百万 和巴菲特吃顿晚饭 我们身处在 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对于数不清的 未读信息和未接电话 我们常常习惯性地忽视了 对于你而言 可能是因为太忙了 也可能是因为不在乎 但是 请你一定要记住 对于发消息的人而言 他宁愿看到你否定的回答 也不愿意看到 满屏的空白 以及无尽的等待 再说了 回复一句收到 一点也不耽误你赚钱 真正耽误事情的 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还成天浪费时间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主播辣椒 谢谢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也愿我们 都能在他们的故事中 遇到更美好的自己吧 祝你们晚安 好吗 开 闪烁的尘埃 温暖每个存在 明天的明天 还会来 你一直都在 守望在天来 十一束光 把世界都照亮 让我们笑着去流浪 家旧在飘风的心房 像钻石正规的希望 在心底在暖夜在绽放 渺小而执着的倔强 能点燃尽 能点燃全空的力量 未来的路途有多长 莫彷徨在路上 去流浪 去流浪 世界之外 有一个等待 有一个等待 倒数的爱 倒数的爱 黑夜慢慢散开 闪烁的尘埃 温暖每个存在 明天的明天 还会来 你一直都在 守望在天来 十一束光 把世界都照亮 让我们笑着去流浪 家旧在跳动的心房 像钻石正规的希望 在心底在蔓延在绽放 渺小而执着的倔强 能点燃全空的力量 未来的路途有多长 莫彷徨在路上 去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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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笑着去流浪 恰恰在跳动的心房 像钻石珍贵的希望 在心底在蔓延在绽放 渺小而执着的倔强 能点燃圈光的力量 未来的路途有多长 我彷徨在路上去流浪 去流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